Hello 今天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药品 因为夏天到了 我们经常遇到 现在尤其是这边 我们这边现在雨水相对的多一些 蚊子太多了 蚊子太多了 所以说今天主要聊一聊 关于被蚊虫叮咬 用什么药 现在是这个AI 就是信息特别发达 这个很多的东西 AI可以做的足够好 现在都有AI医生看病 只要大数据 其实这么说来 AI如果它的数据收集的比较全的话 比这个人看病 医生真正的人 医生看病 要准确 要更靠谱 因为医生很多时候 还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 才能给你做一个准确的诊断 但是AI如果他有足够的数据的话 做出这个正确诊断的几率 要比这个人几率要大得多 所以说从我们这边也是 我就搜了一下 如果被蚊虫叮咬 会有什么样的药可以用 找一下 那CHAT GPT出来了 他给了差不多九条 然后我先逐条说一下 然后当时有图片的话 我给大家再看一下 还有一些我自己所学到的 在这个工作当中 从这个病人身上学到的 这个活到老学到老 这个很多东西 是从书本上学不到的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他说是Topical Antihistamine 其实就是被蚊虫叮咬 就是皮肤上的一些过敏反应 所以说他首先选的 就是Topical Antihistamine 就是外用的 就是抗过敏药 像是Benedrol 这么叫 还有其他的名叫 Dephenhydramine 就是可以解养 可以解养 还有第二 就是Hydrocortisone 像是这种激素类的 应该是肋骨唇嘛 Hydrocortisone Cream 这种药膏 你也可以涂在这个皮肤上 像这两种 第一种和第二种 都在这边呢 都是不用处方的 在这个 在这个任何的超市 或者药店都可以买到 像是这个Calamin Lotion 它其实呢 并不是真正解养的 它是这个 可以这个Cooling Effect 有点像我们中国的 清凉油 或者是这个 清凉油 或者这个 这叫什么 蜂油精 你看清凉蜂油精 清凉油和蜂油精 特别凉嘛 是指养的作用 其实呢 按我本人来讲 我清凉油也试过 蜂油精也试过 这个Benedrol 我也试过 还是Hydrocortisone 我也试过 其实呢 效果 清凉油和蜂油的效果 都没有前两种好 都没有这个Benedrol 或者这个Hydrocortisone的效果好 还有呢 其他就是说用冰 用冰 还有呢 就是口服的 这个过敏药 这个呢 我觉得不太实用 不太实用 虽然现在的 口服的过敏药 在这边很多 有这个让你犯困的 有不让你犯困的 但是那些 其实主要针对的是 这个花粉过敏 一般来讲 比如说你流眼泪 就是说鼻塞 打喷嚏 这种症状 你不能使用外敷的药 你只能吃口服的药 对于这些来讲 口服药是针对那些的 但是你说 我这个 我这个养的很严重 你口服药管用 我觉得口服药 也是管用的 但是你如果是local effect 就是局部的 造用作用 我觉得 不是我觉得 就是按照理论来讲 还是这种外敷 外用的药 比这个口服的药 要这个有地方时 就是对症下药 那么来讲 是更有效 而且更安全 它的副作用 口服药的副作用 永远是比这个 是比这个 外用的药 这个副作用的药小 比方说过敏药来讲 就有让你犯困 这些什么口肝 这些副作用 你外敷的药 肯定不会让你犯困 对吧 也不会让你口肝舌燥 这都没有 还有下面这个 什么aloe vera 这些都是 其实就是让你 降温作用的这些 还有all meal bath 这我没试过 这有点像 还有下面一个 essential oils 什么tea tree 这个茶叶树的 或者这个 lavender lavender是什么 就是这个 薰衣草的油 涂上 还有这两个 有点像中国的偏发 中国的偏发 这种 美国这边 外国那边叫 folk remedy 我们以前 我认个老黑 经常给我一些偏发 什么whiskey 就对上coke 对上蜂蜜 可以治感冒 我也试过 没有什么用 除了让我头疼 喝醉了 没有什么作用 中国那边 我想起来 有一个曾经我看到过 说是这个 你如果防止 说防止这个被蚊子摇 的话呢 你出去 往身上涂两滴香油 就可以了 但是我问过了很多人 我问过了很多人 而且这个 没有人可以跟我 给我一个正确答案 就是说 他到底试过没用 这管用不管用 这个 这个 这个涂香油 这个和哪个 这个 这个一样的 就是说有 以前有一个 这个小窍门 说那个 你车的那个遥控 车索 如果你遥控器没有带 开不开 车索的话呢 家里有人的话呢 拿那个遥控器 你就在家里了 你把电话打开 出了电话机 他一按 你那车就开了 后来被证明 这是胡说八道 所以说呢 很多的这个偏发啊 是什么小窍门呢 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就是幸福不来 对于这个 图这个 这个香油 是不是可以驱闻啊 我确实不知道啊 一直想求证一下啊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可以给我分享一下 到底涂香油滚不敢用 但是对我来讲啊 有人说 你自己怎么不试试 我确实不想试啊 这个香油的味道 涂在身上啊 这是肯定舒服不了啊 而且这个 这边呢 我如果想外出的 怕蚊子叮的话呢 我就这边这边有卖 那个除蚊的这个喷剂 我在身上喷一下就可以了 喷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没有必要 我去这个 冒着这个 这个不舒服的 这个 这种东西 去试这个香油啊 而且现在大伙都是这个信息时代 可以分享的信息 对吧 如果你确实试过管病的话 你跟我分享一下啊 我也可以多学一学 还有呢 下面这个就是 over counter pain relievers 就是说你像是泰诺也好 然后 ibuprofen 布洛分也好 所以也可以用啊 但是这些 就和前面那个 口服的这个 止氧药啊 止这个 过敏药是一样的啊 就说你 我皮肤很痛啊 我要吃这个 布洛分来解痛啊 不太实际 不太实际啊 你还不如放点冰 来止痛 对吧 不太实际 现在 现在回来啊 说的前两种 一般来讲呢 我们常用的啊 就是前两种 一个是 topical antihistamine 或者是hydrocortisone 按照我们这个 按往学到的啊 这个呢 嗯 比较有根据的 有靠谱的 肯定啊 管用的啊 其实是第二啊 是hydrocortisone cream啊 这种因为 它是激素类的啊 这种涂在皮肤上 是肯定管用的 但是呢 它有一个 不管是口服的也好啊 这种 肋骨醇 或者是这个 激素类的腰部 或者外用的 都有它的副作用啊 这个呢 如果是外用的话呢 它 如果你长时间的使用啊 或者这个皮肤 会有这个色素 这个沉淀啊 所以说呢 不能经常 不能长时间的使用 但是呢 对于蚊虫钉咬这一个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啊 问题不大 因为呢 你不是这个 每天都往上涂 对吧 你蚊子咬过 你涂一点啊 马上就就直痒了 你也不会再去涂 对吧 除非你每天 被钉大片大片的用啊 所以说呢 呃 呃 是有这个啊 有这个副作用 但是呢 呃 我不认为很多人 我们都会遇到这种啊 都会经历这个副作用 但是呢 还是啊 如果你是这个女孩子 喜欢这个皮肤 这个啊 不想要这个什么 结巴 或者有什么 斑块的啊 还是啊 你可以用这个 呃 第一种啊 topical antihistamine 这个 它的根据是在哪里呢 这种 其实就是跟口服药来的 你觉得口服的啊 可以管用的话呢 啊 我用它的产品做成这个 外用的药啊 也管用 但是按照实际来讲 它管用不管用呢 哎 确实管用 但是根据我来讲啊 我本人的用的来 用这两种药来 我两种都用过 我还是觉得这个 这个hydrocorison啊 个人感觉啊 更管用一些啊 更管用一些 还是啊 根据人的这个 呃 不同 也许你的反应也不同啊 反应也不同 而且那个 呃 怎么来讲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 也许你呃 比方说 你不想要这个 皮肤会有这么 色素沉淀啊 用 长期使用这个hydrocorison呢 啊 那你就选用这个 antihistamine 那种benadrol啊 去使用这种药 好 现在呢 我再说一说这个 啊 给大家看一看这个 看一看这个图片啊 还有没有 哎 这里有啊 medication musketobats 你看啊 这里有 看一下啊 呃 很多图片啊 我找找 image 你看 你搬得住 就是这种啊 就是这种 CVS 七块七毛九啊 你看 就这种啊 他的名字呢 其实就叫 Dephenhadramin 啊 这另外一个名字 拿去了 这里 嗯 搬得住 OK Each stuff cream 啊 original strength 然后你看这个小名 看这个小小字啊 在这里 Dephenhadramin 啊 hydrochloride 一般都是 one percent OK 然后他有 Zinc 啊 0.1 还有这个啊 1%的含量 在里面 呃 你如果想买 像是Benedrochlor 其实是一个品牌的名字啊 相对来讲 它是比较贵的啊 相对价钱比较高一些 如果你想省钱的话呢 哎 你就去买这个 Dephenhadramin 买这个啊 我手指这个 有这种牌子 Dephenhadramin 你买这种 它是便宜的 如果你是 呃 它自己商店的品牌的话呢 更便宜啊 比如说你是CVS CVS牌子啊 我买我买牌子啊 它更便宜 具体没有什么区别啊 那我认为都是 呃 都非常管用啊 如果但是你如果 非常相信品牌的话呢 对钱也不太在乎了啊 那你就买这个啊 买这个品牌的啊 Dephenhadramin right 嗯 然后呢 还有啊 Hydrochlorisone 我找一个Hydrochlorisone 嗯 还有这种笔 这种啊 你看它这个 这是Amazon OK 我想看它的含量有什么东西啊 看斜了没有 啊 这它并不是啊 它它是Benzocaine 啊 Benzocaine它是正是止痛的 你看它这个 Energesic OK 看见啊 就偷一个 我得我一个鼠标划 我来看不见 点一下 这个啊 就这个 这个啊 Benzocaine 5%啊 它是这个 啊 Energesic Energesic 这个蚊子 被这个马蜂钉了 啊 更像这种 Hydrochlorisone 找着Hydrochlorisone 嗯 有没有Hydrochlorisone Hydrochlorisone Mosketo Bites 看这是什么东西 我看 这也没有 我再找一个 哎呀 大螃蟹 不好意思 哎呦 这川普 没用的关了 Anyway Hydrochlorisone 也有不同的名字 啊 像是 Chorisone 这就是Hydrochlorisone 像这种 Mosketo Bites Energy 看一看 我点一下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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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百分之一 这里啊 百分之一 看我这个小放大镜这里 百分之一 Hydrochlorisone Anti-Each liquid 它是liquid 就是水式的 并不是这个cream式的 都无所谓 看你喜欢哪种 有人喜欢 像是cream那种 有人喜欢是liquid 所以说一般来讲 Hydrochlorisone 都是百分之一的 因为再高的浓度 必须要处方了 百分之一 减氧 是一般是足够了 一般是足够了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extra strength 刚才在看的这个 Benadjol是百分之一的吧 你看这个 它是extra strength 是多少 我想看它是 到底是多少 它的含量是多少 百分之二 它是百分之二 看这里 extra strength 它是百分之二 Death and Hydrogen 对 百分之二 所以说一般来讲 你如果是被蚊子咬了之后 就去超市或者药店 买 是Death and Hydrogen 搬的之后也好 或者是Hydrochlorisone Hydrochlorisone 一般都是1% 你可以买到 这个再劲大一点的 Benadjol extra strength 是百分之二 我今天最后和大家分享的 其实是 是从病人那里 给我的一个 她的小孩 就是说 被蚊子咬了之后 包很大 很肿 用这个 是任何药 都不能消肿 也不能止养 没有办法 什么都不管用 她又不想去 给孩子吃的口服药 或者去看医生 她用什么呢 她去买这个口服的 Benadjol 口服的 就是这种 liquid gel Benadjol liquid gel 找一个 看呀 这种liquid gel OK liquid gel OK liquid gel 这种 这种 看呀 liquid gel 这是 其实是 吃的 口服的 口服的 liquid gel 它是 有点粘稠的 一种液体 是一个胶囊式的 一般来讲 就是说 你可以吃了之后 如果花孔过敏的话 有这个鼻痒的流鼻涕 鼻子痒 或者这个流眼泪 就吃这个 它是怎么用呢 它说 它把这个liquid gel 买来之后 把这胶囊打开 把里面这个gel 弄出来 涂在这个 被蚊子咬 咬的地方 马上 就是说 对这个小孩的 这个止痛消肿 非常管用 其实呢 这是一个什么道理呢 就是说 刚才我说过了 这个Benadjol 这个一般是 1% 就是1% 或者2% 它这个 这种浓度 如果是liquid gel 浓度药 肯定不止 1个或者2个% 它一定浓度高得多 其实就是一种 高浓度的 这个Benadjol 或者Definhadermin 就是这种药 所以说呢 它把这个口服药 其实呢 用作了 用作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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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用药 用作了外用药 其实呢 就是一种 高浓度的 外用药 基于这个 它这个小孩 用这个Benadjol 是非常的 管用 非常有效 其实你说 如果它用这个 再高一点的 这个 这个浓度的 这个 Hydrocurus管用 我认为 也有可能管用 但是呢 对于 这个 病人来讲 这个不太方便 你这个 还要去 这个医生那里 开处方 没有必要 有这种 途径 你可以在这个 直接去药店买 也没有任何的限制 你买完之后 把这个 打开之后 涂在这个 被蚊子咬的地方 可以管用 就 适用这种 这种方法 所以说呢 如果 你这个 你是 本人也好 你小孩也好 我 我哥们小孩就是 被蚊子咬过之后 肿得很大 下不去 其实呢 就可以 试一试 这种方法 如果你试用 你试过了 各种其他的 就是说 这个 Hydrocurus也好 Bundantjol也好 所以各种的市面上呢 药店里卖的这种 不用处方的 外用的这种 指这个蚊子养的药 你用过的 不管用的话呢 你就可以试一试 这个方法 你买这个Liquid Gel 打开之后 涂在这个 被蚊子咬过的地方 被虫子咬过的地方 也可以 应该 是 比这个 其他的 这个Overlust counter 就是说 这个 不要处方的药 会有 会更有效 但是怎么讲呢 还是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但是呢 这种方法呢 是 就是说 多了一种 多了一种 这个 不用去看医生的 或者什么 要处方的 多了一种 解除 被蚊虫叮咬的 这个 方法 我 就去看医生的